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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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用油奶 早餐奶 黄老师 这个加奶要一点点加 这汤圆啊 有一些观众可能是说 这个倒是过节的乱吃 其实平时啊 汤圆吃吃也挺好 对也不错 每天早餐啊 吃吃也挺好 对 尤其是我们这个早餐奶一加的话 等等是多种味料就错了 对 里边还有红枣 这个呢 要拿手感觉感觉 这软一软 软一软 然后倒了面 这个吸了就包不住了 对 稠了呢 它就特干 容易裂 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 对 我们直接用奶 和面 这做出来就有奶香味 好 这个白色的裹好了 我们下面用巧克力色的 而且崔老师您想的很周到 因为我们今天加的 我注意看是这个枣奶 对 这种枣等于是正好解决了粘品 不太好 消化的问题 很像形 好 这面就裹好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成形 看这个白色的汤油粉 两种 这是手法 先给它缩成长条状 然后我们拿这个巧克力色的汤油粉 也给它缩成长条状 这个要什么呀 这个白的稍微粗一点 这个巧克力色的稍微细一点 然后给它卷起来 卷完之后 然后再给它回来 再拧它一下 这分离就对 分离让它出来 然后可以再来一下 这个时候再给它揪成剂子 说我这一个汤圆多大 然后我们把豆沙馅也给它揪成剂子 然后我们把豆沙馅也给它揪成剂子 稍微小一点 对 豆馅 我这给您点着火 好嘞 做水 做完了一揉 一揉完之后 找一个这面漂亮的 搓成一个长条形 稍微压 这下了 先搓成条 然后看它纹路不顺的时候 你给它拧一拧 拧一拧 然后再给它一转 一盘 让它有这浴化石的感觉 这时候给它按扁了 中间稍微厚 用拇指 食指把边给压薄了 压薄了 把咱们这个馅心 往中间一放 然后这四周往中间一挪 这个面很容易粘 很容易粘 然后再一搓 搓完了 把缝儿包好了 一揉 让它一把口封好 再一个 您现在找纹路 而且非常光刻 对 找出一个 漂亮点的面 稍微一下 开锅了 咱们开始下汤油 好嘞 水开了 咱们可以下锅了 一定要开水 开水下锅 顺着别拿勺尖扣它 后边一推 推它 让它水转转 别让它粘着锅 对 对 好 不粘锅 这就齐了 好了 就可以让它煮了 差不多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时间很短 是 您再配点什么小菜 喝碗粥 可以配点小咸菜 小咸菜 都可以 这个煮的时候 锅一开了 就改小火 改小火 好 好 小火 开锅 为了怕给它煮 煮飞了 那么里头中间 可以点点凉水 让它保持在 八九十度就可以了 点它两面三面都行 对 因为它这个老开锅 就容易给它煮飞了 好 老师 现在你看 飘起来 这就熟了 飞向鱼花 这时候给它捞出来 我们放入碗中 这个我们应该放锅里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就吃 就吃了一碗 我就别往锅里放了 对了 直接把糖放进去 一会儿拿水一冲 那么里头加点桂花 这味道就更好了 加点桂花 糖桂花 水一开 我往里倒 这糖就融化了 现在帮您回顾一下 这道奶香与花式汤圆的 制作步骤 首先汤圆粉中 加入早餐奶和面 或至软硬适中 同样的方法 也将可可粉和好 饧15分钟后 分别把和好的面 做成长条剂子 卷在一起 再用手揉成球状 按扁做成汤圆皮 将豆沙馅包入其中 就做成了汤圆 水烧开后 放入包好的汤圆煮熟捞猪 放入白糖糖桂花酱 冲入汤 这道栩栩如生的 羽花式汤圆就制作完成了 也许会给您的早餐 带来别样的情趣 赶快试试吧 您最多花上10分钟 让您的早餐做起来更加有趣 吃起来更香 而且更健康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您 现在这个网牛百分早餐健康型 特别节目已经开始了 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谢谢您 谢老师 明天还是老时间 老朋友不见不散 再见 喜欢吃海参 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吃海参 有什么代替的方法吗 明天侯君来到北京东润风景社区 与居民们一起交流 做海参方面的体会 请请关注明天的节目 速海参